大家好,我是动摇 那今天给各位带来新充分枪野牛的测评介绍以及推荐配装 首先是它的优势 1.射程远高伤害 在拉满射程的情况下 26米的距离打上半身可以做到4枪死 2.超高的续航能力 在裸配的情况下 弹侠的容量就有64发 如果再装一个扩容弹侠 可以达到惊人的84发 直接位列冲冲上第一 3.后座里滴 即使裸配的情况压枪也非常容易 你们看20米的距离弹道非常密集 4.超高的机动性 你们看裸配情况下 它就有102 是所有冲锋枪当中最高的 那接着就是它的缺点了 1.射速一般 那65点的射速在冲锋枪里并不算优秀 2.部位伤害不同 26米内虽然打当部级以上都是4枪死 但打中腿部就需要5枪 然后 又是枪械对比 没错 铁之萌 我就是只要我愿意几杀都可以的局长 请问野牛能代替SMG5的近战吗 由于16米之内的SMG5 83的射速4枪死 野牛完全比不了 所以近战破点 冲锋枪的话 我依旧选择SMG5 最后就是野牛特有的大口径弹药 好了 辛苦局长了 我还没说完呢 这个大口径弹药呢 官方给的说明是增加腿部的伤害倍率 简单来说就是加伤害 但是国服目前并没有这个效果 你们看 打腿还是20 那我还特意去台服看了 那装备这个弹药之后呢 腿部的伤害就变成了26 所以这个配件呢 在国服中还是有问题的 我也已经向官方反馈了 他们正在全力抢修中 那么结合以上的这些特性呢 我给大家总结了两套配件搭配 那第一套呢 是大口径弹药 为修复前的配装 枪口枪管选择一体成型消息器 和OWC射手长枪管 增加射程 那枪托镭射和后握把 选择无枪托OWC战术镭射 以及斑点握把皮增加机动性 那这套搭配只作为临时使用 等大口径弹药修复之后呢 就换成第二套 也就是把斑点握把皮 换成大口径弹药 这样全身伤害都是26 四枪一个 中距离作战 简直不要太屈服啊 那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节目内容 动药包饭